据接上集 我顺利找到人背黑锅 还变相救下两个宪兵 刀队长却找我行尸问罪 阿翔肯定不是我嘎的 其实我没亲手嘎过人 你信吗 哼 少来救外面的传闻 你身上至少十几条人命 只是你做得干净 旁人找不到证据 卧槽 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 刀队可不能冤枉我 我从来不冤枉人 等懂被你带跑偏了 既然不是你 那阿翔是被谁嘎掉的 天太黑没看清 不过旧宪兵倒是由我一份功劳 刀队不用谢我 全是我应该做的 你还挺客气 阿翔欠我一百个 如今人没了 你说这笔账该怎么算 刀队长的话一出口 我全都懂了 感情不是给把兄弟讨公道 而是想要那一百个 可我不是原大头 当然不可能自掏药包赔给他 刀队阿翔的马内你不能要 否则会引火烧身的 十三我怎说也是老江湖 听别想来忽悠啊 你觉得可能吗 我说的全是实话 刀队应该听到些小道消息 阿翔是要拿来背锅的 所有人都巴不得远离 万一被牵连进去 就得跟着一起倒霉 为了一百个得不偿失 哼 那可是一百个 我损失大了 刀队长怕不是掉钱眼里了 说半天还想着马内 刀队咱们是有交情的 我给你点建议 与其想一百个的事 不如想想如何跟阿翔撇干净关系 毕竟你们是拜过八字的 这倒是提醒了我 他们没人性的 疯起来谁都能拿来背黑锅 刀队长说完挂断电话 我知道这是算糊弄过去了 而且嘎阿翔的人是蝎子 跟我没办毛钱关系 随后我去监控室找蝎子 昨晚的是怎么说 已经处理妥当 我和你都不会再有麻烦 所以你无需担心 那就好 总算是过去了 谁能想到一件小事 会发展到这不天地 简直烦死个人 老板让我给你带句话 你在外面结交人脉可以 但别忘记你是园区的人 哦 记住了 老板还说这次的事办得不错 给了另外签结让你去见他 说有好差事照顾你 嗯 照顾我 希望真的是好差事吧 再这样搞我真顶不住了 我也不清楚是什么差事 便去见了倩姐 只见她满脸笑容 十三来了 阿峰的是挺糟心 但基本算是过去了 为了保险起见 我决定安排你出去避一下 倩姐真会忽悠人 百明有事让我做 却搞得处处替我找想一样 我还不能说破 倩姐有心了 早说跟着你混没错 你替园区办事 我肯定要为你考虑 待会你带上大牛去找阿飞 到今边接老万回来 嗯 倩姐就这么简单吗 是不是我听错了 所有开销园区出 你们玩得开心点 我去还有公费旅游 倩姐对我实在太好了 我嘴上说的热闹 心中却慌得一批 总觉得倩姐有天大的阴谋 嗯 十三你表情有些怪 是有什么疑虑吗 完全没有 幸福来得太突然 令我始料未及 你最近替园区做的事挺多 就当给你放个假 到了今边尽情放纵 好我肯定不会替你什么呢 去吧先准备一下 具体细节阿飞会告诉你 我回去跟叔叔交代几句 接着又找到大牛 跟他简略说明情况 最后去见飞哥 你们带武器没有 带了一把手枪两个弹甲 还有一颗雷子 我拿了把加特林在后备箱 身上带着把手枪 啊 你们怕不是要去干账 把武器放人去 否则过不了今边的安检 我们在那边可没什么熟人 嘿嘿 飞哥不放点东西在身上 感觉没安全感 听飞哥的他肯定有安排 随后我们三人驱车离开园区 大约用了五小时车程 终于抵达京边 而我们用的全是假身份 飞哥我们先去接老万叔嘛 然后再去个景点耍一下 时间还没到点 老万的是没做完 我们先到处转转 等到了晚上 再去指定的酒店接他 嗯 怎么感觉这边要安全一些 也就相对于西岗而言 我们身上带着任务 不节外生之最好 飞哥怎么感觉你很紧张 这可不是你的风格 我察觉到飞哥小心过度 周边根本没有威胁 飞哥却对我问道 十三此次欠解的任务 你没察觉到不妥吗 想占欠解便宜难了 事情肯定没那么简单 可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不如先潇洒一波 呵呵呵 你说的也是 整天想那些有的没的意义不搭 出来是欠解拿了十五个给我 全部花完再回去 哦 我们赶紧去嗨皮吧 天飞前花完十五个 难度还是不小的 难得欠解大方一次 我们直接去高消费场所 我们先去大皇宫逛了一圈 接着又去菠菜场会所娱乐 等花完全不满 才前往指定的酒店房间等老万叔 大牛玩得开心吗 嘿嘿 十三哥老开心了 不用自己花马内就是好 下次有这种事一定记得喊我 别回味了 稳定一下情绪 等接到老万我们就撤 暂时没出什么妖蛾子 欠解也没有新指示 此行还是比较顺利的 我放松了不少 三个人就在房间内安静等待 大概过了一个小时 菲哥接到欠解电话 阿菲接到人没有 时间已经到了 但老万没出现 怕不是出了问题 老万做的事并不危险 你再等等看 有新情况随时跟我联系 知道了 他们的谈话很简短 我却嗅到危险气息 因为事情没按预定走向发展 又过去半小时 菲哥终于坐不住了 不对我知道老万的为人 他是胆小好色了些 但做事挺靠谱的 如今超时也不打电话 跟我沟通 肯定出问题了 那怎么办 打电话过去问吗 别人做事的时候 打电话不大好 可情况紧急也只能打了 电话还是菲哥来打 大牛你去一楼大厅放风 发现可疑的人 上来及时跟我电话联系 我带个口罩下去吧 免得被发现 大牛的话让我一乐 我觉得他开窍了 随后菲哥拨通老万叔电话 但他没有吭声 过了一阵老万叔的声音传来 菲哥你打我电话什么事 人在哪呢 我和十四过来接你回去 十四个也来了 你们在哪个酒店 我马上打车过去 乱七八糟的称呼 牛头不对马嘴的信息 老万叔出事了 难道倩姐早就知道 只是没跟我们说 我心中泛起思绪 菲哥却不动声色 继续跟老万叔沟通 我在凯月 你来楼下我去接你 然后我们回园区 好我马上过来 嗯 菲哥你怎么把真实位置说给他了 方便我们行动 省得还要找其他地方 先下楼看一下对方来路 希望对方是小角色 还带着老万叔过来 能被我们轻松摆平 否则在这边连个帮手都找不到 行动起来挺麻烦的 有些事想想就好 我们还是得面对现实 随后我们下楼 叫上大牛前往停车场 接着把车开到便于观察门口的位置 由大牛负责钉梢 过了一阵大牛发现异常 十三哥有动静了 两辆车停在酒店门口 下来七八个人 看他们的样子不简单 人还不少 老万叔在场吗 还没看到 老万叔到底得罪了谁 对方不仅收拾他 连我们来接人的都不放过 我怎么知道 他们扑空了 老万很快会打电话过来询问 到时候问一下 菲哥表现得很冷静 展示出什么叫 泰山崩于潜色不变 而很快老万叔的电话打来 菲哥你人在哪 我已经到门口了 你们是谁 把老万抓起来要做什么 他不守规矩 所以把他抓起来 此事能用马内摆平吗 知道你们马内多 给个一千个 否则等着收拾吧 卧槽 别开玩笑了 你要的马内太多 给你二百个怎么样 大家交个朋友 不用谈了算你们跑得快 要是做不了主打电话回去问 三小时内给我答复 等等你们是谁 魏魏 对方知晓老万叔底细还敢动手 说明他们势力不小 搞不好倩姐早才倒会出事 总感觉是个坑 还是先跟倩姐联系 我和菲哥正讨论时 丁烧的大牛说话了 是万主管 有人把他从车上拖下来了 要过去抢人吗